主料,面粉150克,猪肉100克,卷心菜200克,干花骨10克,辅料,蒜,酱油,淀粉,油辣椒,花椒末,味精,香葱,准备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面粉加水,搓揉面团面,因为水分较少,面团较粗糙,干上湿毛巾,醒半个小时, 面团成光滑表面,将面团搓成长圆柱形,一手拖住面团,一手用花面刀从里往外削面,从左到右挨着挨着削,水煮开,下刀削面条,煮八分熟捞起,用凉水冲洗,并泡在凉水中,猪肉切丝,卷心菜切丝,干花骨泡软后切丝,蒜切片,猪肉丝用少许酱油和淀粉装混合,腌15分钟, 锅中放油,热油后,炒香蒜片,放入粘好的肉丝,炒散,加入香酥,炒身匀,放入卷心菜丝,将卷心菜丝炒熟后,从凉水中捞起煮熟的刀削面,滤炒散,加入酱油,味精,油辣椒和花椒末,炒混合,就可以起锅了,撒上葱花,烹饪技巧, 一,面一定要喝得很干,面粉和水的比例是五,二,二,饧面在于刀削面来说,尤其重要,一定要饧面,差不多半个小时,刚喝好的面是很干和粗糙的,经过饧好的面,干而细腻,特别好削,三,面团揉面常人住行,这样削出来的面比较长一些, 四,一手脱面,一手削,削一刀,挨着旁边继续削,不要在同一样地方继续削,也就是刀削要绝,手有一条血,一灵感一灵,五,水煮沸后,就在水上防削面,削出来的面就刚好直接掉到水里,也就是刀削顺口流,一夜落过一片飘,一夜里面又出刀,淫于落水翻白浪,流夜成风下树梢, 要削面快熟,也比较精煮,不用担心之前削出来的煮过头,当然还是要削快些哈,面削完,也就差不多面都煮好了,七,面捞起来,就用凉水冲凉,并泡在凉水中,这样的面炒的时候不会腻,而且炒出来更劲道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